Tong Channel It's Tong Channel 哈喽我是阿童 今天已經是第四階段 MCO的尾段 甚至今天第四階段就會結束了 在這整階段的MCO 從第一階段到第四階段 應該差不多有幾個月多 然後爸爸在我家改造了 七樣物品 他是一個在家坐不敬的人 出生到現在 我從來沒看過他在家一整天待著 就只有這段MCO日子 才看得到他在家靜靜的坐著 結果他根本就坐不近 看到那裡有東西不好 他就想要改造改裝 那些東西壞了他又會做一個新的 雖然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屬於 小小樣 小小樣嗎 這都是沒有什麼很特別 很厲害的那種 可是我覺得我要爬拍下來 尤其是最後一樣就是第七樣 我就覺得那一個 可以當DIY家師 所以今天 我們就要來看他做的七樣東西 這一個呢 是老爸自己製造的 我把它稱為 自助消毒洗手液 殼呢 是油罐的殼 沐浴乳罐裡面是裝著 酒精消毒洗手液 MCO剛開始 第一天來第二天 是我們創造出來的 歡迎來洗手 乾請勿偷 第二樣就是這個 是不是看得一頭霧水 它是有一點像 Dicca那種材質 這個的創作呢 就是為了不要讓樹葉 進來我們家裡 第三樣改造東西就是這個 登登登登登登 穿簾布 當然不是紙 這個穿簾布是我爸爸做的啦 這個呢 原本是在我房間的 它本身呢 是那種 拉上拉下的穿簾 哎呦 原本呢 一個困紙而已 現在是加多了一個 這個design 我本來也看不太懂 不過我才明白 應該是不要讓它整個 拉到完 它上面這個頂的 接下來看我房 登登 這是我房間的穿簾 這個原本呢 是在我媽媽房的 它現在已經不是 拉上拉下的穿簾 是那種開關的 就這種 拉開拉關的 第三樣 改造瓶 第四樣改造瓶 就是在廁所的這個板 本來呢 這個板呢 是透明的玻璃 那已經很多年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煎掉了 爸爸就割了這個板 割成這樣子share 就可以放東西在上面 確實是第四樣 接下來呢 最後三樣呢 就是在廚房 首先第一樣 這個本來呢 已經很多年了 沒有那個 把手 然後我們每次開關 都是這樣子開罷了 爸爸就 做了這個 這是什麼來的 油桶啊 那一個 油桶什麼 那個旁邊那個握把 它拆出來 你可以去拿起來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 是這個 拆了這個握把 然後就變成了這個握把 我覺得很刺激耶 第二樣 登登 登 本來呢 這邊是空的 我們家來了一個 板 這個板有什麼 那個 普通 普通 一切 有些家 盤別會 啊 哪裏來的 哪裏來的 啊 這裏來的 大伯家的 廢物力喔 OK 最後 等一下 飛過去 我覺得最漂亮的 DIY家室就是 登登 哈嘍 哈囉 現在來為你推薦這個 價值 99塊就可以買到 不要看我 這個呢 只需要99塊就可以買 請聯絡下方 這個都是非物利用 除了這個 這個是買來的吧 欸爸爸這多少錢 這多少錢 我們鐵都三十多了 這個鐵三十多 有個啊 下面也有一個嘛 那兩個 哦 現在還有 這個不用錢的 已經有棍了 哪裏呢 那邊拿的 這個也是他拿來的 不是阿布家 不是他把工廠 這個也是他拿來的 這個上面我立刻扶 還有一個 沒有棍 還有一個棍 我拿來 等一下 怎樣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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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設計師 已經為大家推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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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再容重地介紹多一次 99塊的傢具 還不買 就沒有了 但是我銷售員欸 LShack 的架子 總共有6個 去DIY買的 可以去DIY觀光 然後這個呢 板 跟這個木材 喔 來來來來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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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木材 我覺得很漂亮 這一邊 真的超漂亮的 它的設計 雖然它本身就長這樣啦 不是自己割的啦 OK OK回來了 那個板呢 跟這個板 跟這個板 是從我大部的工廠拿來的 然後這個板呢 上面鋪的一層東西 是我爸爸鋪的 就是讓它看起來比較美觀一點 喔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會有一個 可以割出來一個半圓的shack 非常非常好 可以割出來一個半圓的shack 是因為 我們家有一個 爆湯的保溫爐 然後剛好它是圓形的 所以呢 就割了這個shack 就給它放了那個保溫爐 99 還不買嗎 不心動嗎 今天介紹的最滿意的 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滿意 如果沒有的話 整個影片就 沒啥看點了 OK 就這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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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大家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